最近大家看到立院 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的嚣张 比方说像是黄杰 黄杰他现在讲说 你们蓝白 雌穷才只能骂我开索 把他这个事情美化成这个样子 就说他真的很认真上班 很早来 你们来对我的攻击 都是代表我的这种战功勋章 原来你的这个夸奖 你的勋章这么的廉价 就人家骂你就当成勋章了 那怎么都不是一些正面的事情呢 那所以你的勋章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 这样子都可以这种RQ思想 那你看到他现在网络声量的趋势 是创下新高高达了五万多比 那他当然很乐了 他可能是觉得说 自己是民进党的英雄 那最多人关注的 就是在高雄这边关注度最高 其次是台北跟新北 那关注的词是什么呢 这就有学问了 比方说黄洁中嘉宾 有什么呢 因为他们两个人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出现在茶水间 然后再来第二名就是 黄洁罢免PTT 然后还有第三名中嘉宾 第四名黄洁茶水间 怎么都是这些词 让你的这个搜寻度很高 这样还是你的勋章吗 那再来看一下 林俊仙出来帮忙讲话 来引指控律委破门闯会议室 林俊仙讲说 提早开门 没有禁止就是可以 提早开门原来是这样子 那银行也 这个没有到营业时间 你要不要也去提早开门一下银行 这是这样子讲的吗 他说主席当场说了一句话 让我印象很深刻 法无禁止就是可以 对啊 意识规则哪一条规定 不能够提早开门上班 法无禁止就是可以 然后大家就开始说 哦 学到了 那法律也没有禁止你们吃屎啊 怎么没去吃呢 PTT网友酸得很到位 真的啊 你真的不要在那边硬拗了 你那么早就是不合规定嘛 那再来看看 这个现在这个很多人 说黄杰直接改他 黄贼 就是说你为什么坐贼喊坐贼吗 你怎么那么早去敲门 这很像贼的行径 蓝营党团公布了录像 就说呢 6点07分就看到 老柯总之后还在这个走廊上面抽烟 我们现在不是有这个什么 这个烟害防治法吗 这好像不合规定 那6点14分 周瑞雄也在这边吃婚 那我们看到这个 钟嘉宾还甚至因为 要避免留下指纹 戴上了手套 这样子去破坏了窗户的边条 6点27分 王美惠等人就把这个门打开 然后进入了红楼202 那就是一直推还推了很久 民进党这个影片 拿出一穿钥匙 试图要打开来 一般正常来说 内政委员会的议事人员 或者是总务处的行政人员 才会有这个会议室的钥匙 委员身上是没有钥匙 到底如何破门而入 如何在早上4点钟 开始练习穿墙术 就不知道这个绿营的委员 到底在忙些什么 那所以你看到 这钥匙从而来说不清楚 但是呛人倒是呛得很明白 比方说回答不了的 你们一律都是 这个中国大陆派来的 吴秉锐示范给大家看 恼怒 就是当被中天的问说 那你为什么这个家住的连署 你要撤案呢 回答不出来 这问题问得太刺激 他只好用这种方式反驳 我们来听听 王洪威在外面已经起碰 为什么民进党4点45分 王洁朝首将开门 这是王洪威在外面讲的 他就是王洪威在外面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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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王洪威讲的话怎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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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攻击记者 就是你不要讲出来的话 他不是在说记者造谣吗 记者哪边造谣了 请问委员你为什么要撤案 委员你为什么要撤案 你的加速联署加发正日期 你为什么要撤案呢 我们感谢这个吴炳锐委员示范 恼羞成怒的一个具体体现 这个黄洪明就讲说 那要是中国大陆的媒体 已经在台湾这样落地的话 还畅行无阻的话 那是谁同意打 不就是你执政党同意的吗 那你执政党就是中共同路人咯 这是不是你自己在这边 这个资牙咧嘴之后 要先解释一下 是不是你们执政党同意的呢 那再来这个民进党 现在是不是也站不住脚了 反核晚会聚集了超过千人 高喊反对核电研议 拒绝草率修法 然后他们说 哇现场一千多人啊 人很多啊 那一千多有多多呢 我们来数一数 这边大概目测可能二三十 这边也有大概十几二十 那所以呢 这样就是一千了 大家不要怀疑 这个是小君plus拍出来的 这就是一千 对 一个抵十个 所以大家要相信 不是抵十个 大家不准怀疑 要相信台湾 信赖台湾 他们说有千就是千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 李远哲表态挺核 他说人类的灭绝 比起核灾更严重 公然跟这个民进党的神主牌 对抗了 他针对佟子贤抛出来支持 恢复使用核电的说法 李远哲表达支持 他说核能虽然有其缺点 但气温不断的提升 因为我们一直不在燃煤 燃天燃气 其实这都是有碳排放的 那核能可能会带来灾害 但是跟全人类的灭绝相比 这是绝对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那另一位这个詹顺桂 讲了一句大实话 那他讲说 民进党永和就正大光明讲出来 至少能够用选票来淘汰 就是你不要就是 比方说想要台独不敢喊台独 想要永和又不敢喊这个永和 反正民进党就是这个样子 他说只要发生一次核灾 台湾就不再宜居 他敢说坚决反对 反对核能 民进党如果要改为永和 那就让核电厂演绎 应该光明正大的讲出来 而不接受民众 不接受的民众 就用选票来淘汰 反正他的意思他还是反核 但是他觉得说 民进党你如果赞成 你就直接说嘛 遮遮掩掩的干啥 我们来问一下郑老师 郑老师怎么看 像黄杰这样一个角色 你想想看他们今天在立法院 已经是相对的少数 面临危机 他们用什么手法 对外就是抗中抗中抗中 对外制造敌人 然后在立法院里面 就对着蓝白一直干 一直打一直弄 制造各种 然后他那个小技巧 好像很得意 好像突破得逞 也许他们可以满足 这么多受挫的绿营的 所以他声调很高 我为了要上节目 我也Google一下 搞不好帮他增加一量 可是你是正面还是负面 第二個 这样的一个声量 到底是满足了什么 是真正像他讲的是英雄吗 还是在掩饰你们的失能 掩饰你们的挫败 最近这几天外面 发生这么大的事件 发生在你南部 在台南 你的旁边 你在高雄 台南 你有去关心一下吗 从派系的斗争到这个枪杀 那你们民进党 整个根基都已经动摇了 更不要讲说郑文燦 这个时候你们不面对 不要忘记 7月21号过几天 你们最重要 我当年年轻民进党 开党代表大会 那是多重大的事情 理想人物汇聚 大家谈未来 然后提出方向 你黄杰在干什么 在那边爪一些小技巧 然后你这个吴秉锐 在那边骂什么中国媒体 你只剩这些招数吗 有用吗 今天讲不客气一点 民进党你今天 从郑文燦到林世杰这些 已经是臭不可闻 没有人敢出来帮你们辩护 以前我跟你讲 像这种情况下 有人像黄杰这样子 引起多大的支持者 去帮他维护 现在还有吗 现在出来了 你看看最近 我看在绿的媒体里面 都是一些不堪文文的 一些烂咖 以前有志之士 你说像游英龙这些 会不会帮我讲话吗 像1450的这一类 你整个民进党的群众基础 真正还有一点良心的 根本躲得躲 逃得逃 不敢再帮民进党讲话 出来的都是垃圾 张孙贵 我也认识他很久了 你今天出来讲这种话 你不要忘记 你前个阶段 帮蔡英文实在 帮他干了多少坏事 那是公投的时候 你干了什么事 你今天又出来讲这种话 所以我说像黄杰 像吴秉睿 像这些人 他现在就是已经面临这个困窘 想要拿这个国民党 来垫底 来制造这个焦点 转移话题 不要中闹的计 我跟你讲 老百姓心理血量的 这么重大的贪腐案 枪杀案 那才是老百姓关心的 你在立法院里面 开个锁小技巧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刚好是小丑 跳狼小丑 好 来问一下施刚 当然觉得很得意 因为可以撞到声量 而且你不要忘记 明年开始 民进党的台南高雄市长 初选就开始了 他搞不好要当市长 他搞不好要当市长 没有 吓死我了 别吓 我跟你讲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不要 大家不要觉得 因为据我了解 现在民党内部有一份民调 然后现在目前 就是包括什么 辅助台面许志杰 或什么赖瑞隆等等 民调都输国民党候选人 都输克制人 那黄姐会不会觉得 这个时候有机可蹭 蹭这些大哥哥 大姐姐们 这个声势起不来 他用另外的 方式的义军突袭 如果下次拿不到这个代表权 也许下下次 因为这些人里面他最年轻 所以有声量 对他来说不是坏事 那我既然在国会的发言里面 讨不到声量 那也不会对民进党这些官员 好好的监督 就只有搞一些刁门小技 就做小偷一样的行为 黑红也是红 是 反正我红了 我网路声量起来 我在撇阵 我在拐阵就好 进又拉韩国瑜出来 韩国瑜跟 当年怎样怎样 比我更离谱 当韩国瑜 韩国瑜你是你 你什么是你 你今天你所有的 这个红阵的声量 都归功韩国瑜 韩国瑜是你的恩人 你如果当年没有翻白眼 云云中高雄市议员 你怎么会上全国板面 所以要感谢韩国瑜 感谢韩院长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 砍脱韩国瑜 我觉得非常无聊 而且看来说他 大概基本上他 唯一的政治上的技巧 就是拉韩国瑜下水 跟他一起来去做 创造话题 所以我觉得黄杰这些做法 我不觉得他是什么无脑 我就觉得他都算计过的 不然为什么那么凌晨三四点 反常都会去 把那个喇叭锁给打开 我觉得是很离谱 再来我就觉得更离谱 就李远哲 我不知道他现在到底跟 现在李远哲 跟过去远哲到底有什么差别 他除了讲和能之外 他现在说当初 那个广社高中大学 不是他的问题 他现在把他推给另外一个 的学者 那不是他的问题 就大家都不要再骂他了 良心发现 良心发现 还是要把这个东西推给人家 那好 李远哲也好 那你们之前 当初觉得和能很好的时候 在选举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们都在哪里呢 当选举的时候 大家在质疑民进党的能源政治的时候 你们怎么都不出来讲话呢 还是说本民党上台 跟你的价值相关的 跟你的利益相关上台 你出来再来讲这些马后炮呢 我觉得这都毫无意义 大家在做这些能讨论的时候 你能不能站出来 说一说你的看法呢 所以我就觉得 十四这样对照 我就觉得这些到底在干什么 好 来 温董哥 其实你可以看到 大家都在秀声量 黄杰就是说我即使跟你二搞跟你 其实对他来讲 他的支持者很多人觉得很好玩 我就这样来把 顾民党 民众党 我来他冲堤 我们敏兰话叫冲堤 我来戏弄你 那他支持者就觉得好好玩 就这样 其实黄杰就知道 他声量就起来 那林靖憲呢 因为林靖憲现在要选中常委 王定也要选中常委 然后陈廷慧 要选中常委 陈廷慧被 开除他的政国会的资格 大家可以看到 林靖憲是賴清德要的人 下一届接黄伟者选台南市长 所以他一定要讲这样的话 跟他的支持者喊话 所以我就是 帮你们对付国民党 那这个就有声量了 陈廷慧就没声量了 对不对 在这次台南都有人被杀 他也没声量 没有看到他的新闻 所以大家都在抢这个 那有时候你看 吴炳慧去呛中天 其实是很好笑 12年前吴炳慧那时候当立委 苏贞昌当党主席 吴炳慧觉得说 在台湾念书的路深 为什么不能 不能健保 他提案要健保在立法院 然后他说基于人前 没有理由不给他健保 各国的老板 人来台湾念书都可以有台湾的健保 为什么只有陆孙不可以 这很有道理 结果被骂翻了赶快道歉 就好像他这次策案一样 那苏贞昌是吴炳慧的师父 吴炳慧 就是本来要选新北市长 结果民进党搞他 叫苏贞昌出来选 你师父自己出来选 他只好退了 退了想说 好 下一次总轮到我 苏贞昌选换林家隆 下一次总轮到我 没有 下次轮到苏巧慧 没他的事 所以你知道他怎么会表现很 方腔左板 为什么 他以前是当法官的你知道吗 我们的法官吴炳慧现在当立委 受到太大刺激了 对 那他有一句名言 一直轮不到 你们民众要是不爽的话 可以不要投票给民进党 这吴炳慧的名言 那我看到詹顺贵我其实很感慨 过去梁文杰罵詹顺贵是双面人 为什么呢 因为詹顺贵他在号参环保律师 所以蔡英文一当总统 他就进环保署当